哈喽 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来到我们今天的阅读人专题读书会 我们今天邀请到饺子老师 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跟大家打声招呼 哈喽 各位阅读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然后这个俊德好 是 我们其实很特别能够邀请到饺子老师 因为我相信很多读者朋友 可能有时候会滑到饺子老师的直播 老师你的直播都固定 有固定时间或日期吗 礼拜四的晚上十点钟 晚上十点 对 为什么叫十点 我觉得那个时间就是 你听完这个直播以后 就大概可以去睡觉 或者就可以边听边睡这样 是 蛮合适的 而且我看老师的直播 因为我老婆有追你的直播 是哦 谢谢 对 你们的婚姻关系还好吧 还蛮不错 所以追老师的直播是婚姻关系不好是吗 其实也不是啦 就是大多数就是可能对于 感情这件事情的主题有兴趣的朋友 是对因为老师常会有一些 自己写的一些短文啊 家具 是是是 我老婆偶尔会分享 或者是滑到老师的内容之后 会觉得很有感触 哇好棒 很有深刻感觉 所以刚好我们直播是晚上九点 结束之后 如果礼拜四时间 你刚好就可以顺路去看看老师的直播 听老师对于感情的诠释 而且老师都好像是用聊天的形式在对话 比较像跟朋友 然后其实我很多的读者就是 不是只有直播现场看 是 他们可能就会把那个影片留着 然后呢 晚上的时候 平常晚上的时候就开着 是 然后就好像有人在跟你讲话这样 对 在聊天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可以九点听完阅读了 听十点饺子的直播 对刚好顺着 然后可以躺在床上 边享受边听老师说话 对对对 对然后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邀请到饺子老师呢 因为他出了一本新书 书名叫做一个人你也要活的晴空万里 对然后刚好就搭配一个人设飞机的感觉 好可是延伸 老师听说你这本书是第几本 第六本 第六本书 所以老师已经出了六本书 我不知道各位读者朋友你有没有读过老师的其他书籍呢 如果有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加一 如果没有没关系 今天或许是你人生的第一本 你可以把它买回去 然后更鼓励你为今天内容按赞并且转分享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虽然今天现在是晚上了 可是当你分享之后 明天的心情能够更晴空万里 打开更多的好心情 可是我在读老师说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老师过去的背景 是是是 因为我看老师前面的介绍 然后老师过去除了现在是专栏作家之外 也包括出自己的书 可是老师过去好像跟很多艺人有关系 对 这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我跟艺人的关系来自于两部分 就是我人生生涯的两个阶段 那我一开始是做唱片 做唱片 对就说是做这个唱片企划出生 是在那个年代就是我觉得我还有经历过台湾100万张唱片的年代 百万销售 对还有百万销售那个年代 然后那年代好像已经很久远了 透露自己的年纪 是 我大概做唱片做了10年 然后后来就自己创了一个 创了一个业 然后开始做这个艺人的出版品 有些所谓艺人的文字写真集 文字写真集 那那件事情大概又做了10年 是 对所以就会跟台湾的一些 曾经很 就是即便到现在都还在台面上 很优秀的艺人有一些合作 是 对对 譬如说燕姿啊 酒令啊 SHE啊 早期大家所 这个 红遍全世界的F4 大概那个年代其实就是我们最辉煌的年代 是 所以老师跟这些艺人都有很多连续 连续啊 关系啊 因为其实要做他们的书 还要跟他们聊很多天 去把他们很多可能人生的故事背景 或小时候事情都聊出来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 就是说很感谢他们在那个年代 愿意信任我 是 然后愿意告诉我那么多故事 对 那我觉得说那也是我们人生在生涯里面 彼此都很 很特别的一部分 然后交汇这样子 我觉得那是很特别的人生经历 对 因为其实要让艺人放下身段 或者愿意把他自己内心生命中的某些软弱脆弱分享出来 其实非常不容易 极度不容易 极度不容易 我觉得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应该来自于两件事 第一就是说你还是得要专业 是 因为其实艺人都很聪明 尤其是所谓天皇天后 那个都是天生的 他们可以做到那个位置 他们就是有他们独特的第三只眼 而且有敏感度 对 所以他们很快就可以知道说你这个人够不够专业 即便是一个新人 他其实很快也就知道说在给你谈话的这个家伙 他够不够专业 第一是专业 第二是说其实 我们做这个行业可能从入行到现在差不多20年了 那我觉得第二件事情要做到就是让别人能够信任 是 也就是说 不该说的 然后 即便听见了 不该在这个做第二首传播的事情就绝对嘴巴都会锁起来 对 我觉得专业跟信任是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两件事 因为我相信老师写那么多艺人书之后 其实应该知道超级多八卦 可是我们可能很少却在老师的书中看到这些八卦 因为老师后来出的书 never 其实都是写是可能自己跟自己生命中 听到别人的故事或者 可是都跟艺人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完全无关 而且甚至说我几乎是一个 我大概在皇冠发的是第六本书 然后我大概只有第一本书 我就承蒙这个久令跟艳姿帮我做了推荐 在书上 而且不是内文的推荐 是在书封上短短两行字 在皇冠的第一本 那我之后我就是坚持 我的书不找任何人推荐 那也不找任何艺人推荐 对 那理由是说 第一这个 我自己的江山我自己闯 这是第一 那第二是我反而觉得说 你跟那一些金碧辉煌的 然后跟那一些很colorful的东西越靠近的时候 其实越容易模糊掉你自己的光芒 那为什么我要坚持这两件事情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我怎么定义我现阶段对于我自己 创作的看法 它是我人生的 算是我的第二人生 那我的第二人生其实只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我希望我所有写的事情 对这个社会是有正面的贡献的 因为既然上天给了你某一些天分 那别人也愿意看 然后别人愿意接受 就像你老婆 就像偶尔滑滑手机的时候 那我觉得我们要善用这样的天分 并且把它 化成正途 这第一 那第二是说 对我来讲 我的第二人生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要很擅长 并且做起来很快乐的事 是 那既然这是我的两个目的 所以我就希望它是尽量的纯粹 也是忠于自我 而且不跟任何其他人有任何关联的 对所以 不知道各位读的朋友听完有没有很羡慕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人生价值观 欲望降低就好了 欲望降低就做了 欲望降低就做得到了 对 而且其实蛮符合今天这个书名 一个人也要活得晴空万里 是是是 所以这本书上面没有任何推荐文 没有任何的人挂名 不需要 只有老师自己 对不需要 因为皇冠也知道我们的书都是 每一年三大排行榜 年度排行榜的百大之一 那我也很谢谢我的读者 谢谢我自己够努力 那谢谢我的读者够支持 就是我们其实不太需要任何人推荐 我觉得真的好的东西 他就会自己发光 会自己动 会自己种 这样子 对 所以老师后来就决定从幕后走到幕前 其实这中间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心情转折 才决定从这边做切换 当你决定站到幕前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恐惧或害怕时刻 我其实是一直都是一个很能够一个人的人 然后我其实也不觉得说像俊德讲的就是我是从幕后走到幕前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整个媒体环境改变 就说开始有Facebook出现 开始有Instagram出现 那这种东西因为他本身呈现的体力 他呈现的方式就是 比如有直播 譬如说你再也不是透过媒体去告诉别人 你想要做什么 其实整个台湾大环境这十年来的改变 艺人也不再care媒体了 我自己就有自媒体了 我要发任何新闻 我只要在我的Facebook上 半夜三点起来上完厕所一发 全世界的人转载 都看到 对 我不用去拜托任何报纸 也没有所谓传统的媒体了 我觉得这整个时代的改变 那导致于说 有很多很多的作者 其实都默默的不自觉的 好像从幕后走到幕前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觉得自己是目前的 那包括我其实也几乎很少上所谓目前的通稿 对因为我们不适合嘛 就出来也是吓人 不会不会 第二就是说对我们来讲 其实那个目前 你越目前的东西 你就有越多的规则要遵守 比如说你去上电视 那电视有收视率啊 对 那每个节目有它的调性啊 你在那个节目的100分钟里面 可能只有5秒钟可以呈现出你真实的个性而已 你其他的95分钟都在配合那个节目的演出 那又何必呢 而且他可能要求你要有某些梗 对对对对 然后要有某些点 而且可能要该哭或该笑都要配合他们 某些节目的企划 跟你的书其实都没有关系了 也就是说对我来讲 我也不觉得我是幕后走到幕前 但我的确是跟我的读者非常的亲近 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可以讲那么多吗 可以没问题 那我想讲的是说我其实在刚来的路上 我在看那个伯克莱的书评 就是说没就是你只要是伯克莱会 你就可以在书旁边写书评 然后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作者 我常跟我的读者讲说 我真的很觉得自己很像什么你知道吗 出版界的SHE 那当然他们很红 那我们就是很想他 但是那个情感很接近就是说 我有一票铁粉 对 我真的有一票铁粉 我可以跟他们讲说 请你们帮我写书评 然后我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 我就有50则书评 很不容易 那在伯克莱是非常少的 然后我也不过三四天前 我书才刚发八天 三四天前我跟我的读者讲 我要书评 然后我今天就看到九片了 那我想讲的是说 我想讲的是说 我的读者非常的宠我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的宠我 我读者大概有三种 那我当然就是以感情这个主轴来描述 他们大概有三类的读者 一种是正在情商的 那一种正在情商的读者呢 我觉得他在心情上 看饺子的书呢 是觉得被懂 被理解 我觉得被懂被理解 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 对 被懂被理解 然后边读边哭 但他们知道 那个是一种疗愈 那个是一种伤痛 并且排毒的被疗愈者 这是我的一种读者 我看那九折书 平台就这三类 是 那第二类就是呢 最伤心的时候已经过了 我现在已经比较冷静了 那个时候读饺子的书 就叫做陪伴 那他也有朋友跟他讲说 那书上写的不都是 我们都懂得道理啊 他说不一样 那就是陪伴 就是一个好朋友的陪伴 我随时就把饺子的书 放在包包里带着防身 当我的情感又开始动摇的时候 就翻一篇来读一下 当我觉得我的劣根性又出来了 我要做错选择了 我要开始呢 这个让自己将就 让自己妥协的时候 我把我最好的朋友找出来 我随时可以把它cue出来看一下 是 那另外第三种读者 是我最感谢的 就说 曾经很伤心的读了饺子以前的书 但他们后来幸福了 可是也要继续支持饺子 因为感谢饺子 陪他们走过那一段 一如饺子 对一如饺子自己 其实也不在情商了 可是也还长年累月的陪着我们 嗯 那我读了这三类 那所以我就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 一个一个很幸福的人 是 对对对 所以不知道读的朋友听到这 有没有很有感触呢 如果你过去也是饺子的铁粉 甚至也买过饺子饺子的书 我相信应该会有深刻的感同身受 所以邀请你为今天内容按赞 并且转分享 透过你的分享 把这个祝福 把这个爱传递出去 好那我们来聊聊今天我们要谈的这本书 《一个人你也要活得晴空万里》 那老师这次的这本书 你希望切入的主题和谈的内容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个是我在 皇冠这边的第六本书 我每一本书都有一个主轴 对 我经常要求我自己就说 我希望 可能我有一些读者是 看我的Facebook 看我的Instagram 但我始终跟他们讲说 那个跟看书是不一样的 因为书我真的是像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疗程 对 我书里面我真的好在乎 哪一篇文章要在哪一个pattern 然后要用什么样的顺序 就跟那个中医一样 要造什么样的pattern来 一个自然的并且顺势的疗法 那所以呢 对我来讲就是说呢 我在这本 这是我的第六本书 我的每一本书 大家如果愿意回头看 比如说第一本 《十三话爱》 我是在告诉你十三个最简单的 但是我们经常犯错的爱的道理 那第二本我在告诉我的读者们 就是不要只是这个相爱 也要努力走到幸福 相爱跟幸福是两回事 两回事 那第三就是 我希望大家把能量 从自己心底拿出来 带自己去更好的地方 那第四本呢 事实上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每一道伤心的坎 都是通往幸福的一个阶梯 那到第五本 我在告诉大家 就是你要转念 转念 对 你不是失败 你是值得更好的 那我觉得如果读过 就是跟我一路走来 到了第五本书的时候 第五本我们的封面是月亮 我们在月亮下缅怀 在月亮下伤感 到了第六本 我拉着大家出来见太阳 对 而且我要告诉所有的人 其实一个人 你也可以活得晴空万里 这个其实每一本书 都有我的一个 一个这个 切入点 切入点 并且六部曲 我基本上对我来讲 其实这个六部曲 几乎已经是 我觉得爱的最终曲了 我其实已经在思考我的下一本书是什么 那对我来讲 纯粹爱这件事情 这个第六部曲 其实一个人是我认为最 最勇敢 最纯粹 但也是最幸福的事 这就是我这本书想要告诉大家 对 就是好好跟自己在一起 同时勇敢先爱自己 对 对 我觉得我在读老师的书的时候 不断在每一个篇章 都读到类似的故事 当中可能有人被分手 或者有人被劈腿 有人被情商 可是其实都最后要提醒的是 自己要先把自己过得好 所有里面的人都是一个人 在努力的幸福着 对 所以这是这本书要传递的一个价值和精神 所以不知道各位读者朋友 你是否现在也经历这样的情商 或者现在也是一个人呢 如果你现在也是一个人 我觉得你在读老师的书的时候 应该会有很深刻的共鸣 在当中看到类似的故事 而老师要透过文字跟你说说话 因为你可能没办法 每个礼拜十都追到老师的直播 没关系 可以拿一本书放在书包里面 谁时拿出来就阅读它 享受它 听老师说话 对 然后我看老师的书里面 有很多 有影响加剧 老师后面书中有一个 阳光语录 我觉得这阳光语录 蛮有感觉 说对的人 不会让你一直觉得自己是错的 我觉得这蛮有感觉 因为很多人 在 夫妻相处之间 因为可能过度信任之后 就开始有一些 比较直接的言语对谈 就觉得 反正我可以很直接 很直觉的跟你说话 然后 就常常过程当中 就带来批判 带来一些 控告 可是老师却 会为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是 对的人 不会让你觉得自己是错的 这段部分 其实老师 应该书写的时候 应该会有很多感触 这些故事是听来的 还是自己可能 刚好想象的呢 其实我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故事的来源 都是来自于我的读者 也就是说当我 我可能跟某一些作者 比较不一样的原因是说 我其实会尽量 我还蛮愿意花时间在读者身上 也就是说 因为现在读者有太多管道可以找到你了 透过Facebook 透过Instagram 透过你的这个信箱 然后很多很多的方法可以找到你 尤其平台越多的情况下 那我大多数的 我知道有些作者是不太回读者性的 那不是他们懒 不是他们懒 那两个理由都绝对成立 第一是说充满负能量 一定的 因为所有来的东西都是很负面的 很负面的 那是批评才会先留言的 没有那个负能量是他很悲伤 很悲伤 你会收到很多很多悲伤的负能量 其实那个有时候会把你往下拉的 这个我同意 因为我大多数也承受这样的负能量 那第二是说呢 大多数的人 其实会从你给他的100句 当你花了很多的时间 给他100句的建议以后 他就是只想看到你没有讲到的那一句 然后继续在他的纠结里纠结着 导致于你很容易会浪费时间 但是对我来讲 我自己有一点想要跳脱这个逻辑 就是说 我真的是因为在回复这些读者的过程里面 动了我的爱 动了我的欲 动了我的烦恼 我不是以一个超然者 我不断的提醒我自己 我跟我的独特讲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跟你们做在一起 的情况下 其实那个很容易很多灵感 就在那个瞬间被触动出 对 那像回应刚才俊德讲的就是说 对的人就不会让你觉得是错的 这个是我大多数说到的 心里面很容易有的一种心理状态 就是我很喜欢你 但是我 我就努力的 其实那个人 可能对你也有一点喜欢 但是没有喜欢到要专属于你 但为什么你人生在这个 在这个在那一段期间里 你们会只拥有彼此呢 第一是他没有 暂时没有别的选择 那第二是呢 你千辛万苦的走进去了他的世界 在他身边不断的旋转的 导致做他的扎巴干纳 服务他一切的事情 有人要对我好 有什么不好 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下 你们的爱情是不对等的 对 你们甚至是不适合的 于是那个人 我们就眼睁睁的 把自己的两个权利交给了别人 第一是他可以对你无限的批评 无限的这个你讲的讨论 他可以嫌你 你就只能默默的承受 你就只能觉得说 没关系 那我可能不够好 那我就努力的更好 让总有一天你会觉得我好 那一天永远不会来的 亲爱的永远不会来的 我刚刚讲过 为什么暂时没有来 第一他没有别的选择 第二有人要对我那么好 为什么不 可是他只要一有别的选择 或一旦有别的诱惑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 是 那我们把两个权柄交给人家 第一是你随时可以批判 我觉得我不好 第二个我觉得是最惨的 即便这个人走了 你都还留在原地 你怀疑自己是哪里不好 哦 这我怀疑 对 你遇到了一个不好的人 基本上呢 可能伤心个三个月 五个月也就过了 可是你觉得自己不好 这件事情是一个魔咒 是一个诅咒 是 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遇到过 我曾经就是 这个被一个人分手的情况下 他告诉我 其实我最讨厌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一个人身上 那三种状况 那三种状况 都是我一出生就如此的 不是我内在的情操不好 不是我 我 我没有教养 不是我 我没有慈悲心 都不是这种关于人性善良美德的部分 品格相关的 而是我的外表的 他说我就是对这三种最无感的 那于是他是不是就给了我一个 标签或者是 一个诅咒 就一个诅咒 这是我改变我不了我自己的 可是后来 亲爱的事隔多年以后 我遇到了一个人 我这三件事情对来讲是我的美德 他喜欢嘛 他就是喜欢 我就是喜欢一个人这个 矮矮胖胖的 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头大大大 我就是喜欢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他觉得一个人很高 一个人头很小 像什么 像老鼠 对 可是那可能是名模的身材 他觉得人家很像老鼠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通常在感情里面 遭受到的那一些不平之谜 我们的所谓遭受到那一些不对等的待遇 其实都是因为你没有遇到了一个对的人 是 一个懂得你的好的人 你所有的那些缺点他都会包容你 但是 请你要保有你的缺点 优点 其实你要记得你自己哪里是好的 而不要因为一个不对的人去影响到你的价值观 去混淆你对幸福的定义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因为很多人的时候 我们从外面的别人的回应当中去认识自己 对 可是这认识可能是不好的 因为多数人给予你的都是可能先从某些标签 某些咒诅来定义 或者你可能从社会心愿当中看到要符合高富帅 才能够符合多数人们心中的期待 我常常觉得就是说在职业这件事情 你的老板可以选择你 因为他是富浅的人 可是在爱这件事情 请你千万不要忘记 你才是你自己人生的主角 是你要选择一个适合你的人 而不是去选择一个让别人适合的人生 这很重要 所以我在书里面有讲 你是光你是钻石 你的眼泪跟爱都一样都一样很珍贵 而绝不廉价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可能我们有时候在追求某一个人 然后在追求的时候慢慢变得不是自己 因为我们在回应的是 追求者他期待的那个人的样子 然后慢慢就把自己的样子忘记了 对 在婚姻当中也是一样 有人就因此后面在婚姻里面 不是很快乐不是很开心 因为其实会觉得我当初 那个我说倒追他或反对他的时候 好像自己是一个弱势 是一个比较弱的弱者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晚上 我觉得一个人要活得晴空万里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即使你现在有很好的爱情 很好的婚姻 可是也要有一个晴空万里的心去找回自己 我常常觉得就所谓这个一个人这件事情 是你一辈子都不要忘记的美德 你在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是要好好的享受一个人 在被喜欢之前你要先喜欢自己 是 保有你的光芒 保有你的那个亮度 别人才知道 不要假装 你就是你 别人才知道说 我就是要喜欢你 然后请记得喜欢是很短暂的 你这一生要追求的是幸福 幸福是什么 就是另外一个也喜欢你的人 但他愿意跟你一起往前走 那才会变成幸福 我们大多数为了一个 只是我们单方的喜欢 而且我跟你保证 那个喜欢都只是外表而已 你只是喜欢这个人的外表 对对对 然后呢 你们都好多专业术语 我都比较多 那个实际生活的案例 乖乖乖 就是说对我来讲 就是呢 两个彼此喜欢的人 一直往前走 那才叫做幸福 所以不要迷惑于短暂的幸福 然后第二个人 第二就是说 大家一定都要记得 就是说呢 你在这一生里面 绝对不会只有一个选择而已 是 就是我们很容易遇到一个人 就觉得我非他不要 或非他不可 那 可是你要 你千万要记得 真正的幸福是两个 非彼此不要的人 才有可能变成幸福 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好好先爱自己 可是我今天也好奇 想要问老师一个问题是 那如何喜欢自己的人生呢 因为我相信有些读者朋友 本身 他可能来找你的时候 写信给你的时候 总是在怀疑自己 否定自己 或觉得自己好像做不够好 可是如何喜欢自己呢 我觉得喜欢自己 这件事情很抽象 那所以对我来讲 比较务实的做法 或者是比较务实的说法 就是呢 我觉得生而为人 那这个当然都不是 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 会思考到的事 那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 20岁以上的人 你要开始努力思考 这个主题 就是 生而为人 你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那我觉得 如果你想清楚了 你想成为一个 治奸治恶的人都好 你都起码有个努力的方向 有个确定方向 方向 就是我每个人要知道说 我们自己到底想要成为 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那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觉得 呃 为什么会跟寻找幸福 这么有关联 是两个原因 基本上你 你知道自己想成为的人呢 你才有检查的标准 嗯 你遇到了这个人 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你 这个人到底能不能 让你的人生更好 他是不是你真正的 那一个一起往前走的partner 对 我用partner来形容 我常常觉得就是伙伴 好 那 那你才有一个检查的标准 嗯 因为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想清楚了 你才有检查的标准 那第二呢 就是你思考清楚了 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都走在你想成为的那个人的路上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会越来越对自己有自信 对 所有喜欢自己的人 都是对自己有自信的人 嗯 那个自信不是自恋喔 自恋是有人一出生就自恋 那没办法啊 可是自信是慢慢培养的 是 自信跟自恋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自恋是无药可救的 自恋是孤芳自赏的 但是自信这件事情呢 即便你在下一次跌倒的时候 你都会相信自己可以再站起来 嗯 所以对我来讲这个 这个就是我想要在这本书里面诉求的 这个所谓一个人的状态 你永远不要回 忘记 这个一个人这件事情是你人生的权利 也是你人生的福利 你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面一个人 你接下来就算在两个人的世界里面 你也不要忘记偶尔要一个人 嗯 像俊德跟老婆结过婚的人 我想跟你分享一种感觉就是 你会不会常常觉得 厌道人都是两个人在一起也很无聊 嗯 而且到后来会怎么样 会找对方的麻烦 有时候会 会就是变成说 其实跟对方也没有关系的啊 反而对方跟你越open minded 跟你越能沟通的时候 其实你到后来就越想找他麻烦 嗯 你倒不如彼此都各有一个 各自的时间 各自的空间 对 然后其实最好的伴侣 不是一起去看这个世界 嗯 而是能够分享 各自去看 看回来之后 哎 合体 有时候可以分开 有时候可以合成 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这书里面想要呈现的 所谓一个人的状态 对 这过程爱的过程不是控制 对 而是一个彼此信任 然后让彼此有各自的时间空间 又一 然后进而在最后又再一起教会 对 其实你知道吗 我对于爱里面的信任这两个字 是打三个问号的 嗯 就说对我来讲两个人之间没有所谓的信任 是 你太信任对方呢 就是等着东窗事发那一天 这样 对我来讲其实那是一种拉扯 是一种拉扯 平衡 一种平衡过程 平衡过程 那对我来讲大多数的信任 我更宁可它是建立在于 你没有我不行 对 我没有我也非要你不可 是 那为什么我会没有你不行 你会非要我不可 原因是说 我回想我过往的人生 那真的是一个很均衡的状态 我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是跟你一起的 我发现我会开始担心我的人生 接下来万一失去你的时候 我可能会失去某一些乐趣 或者某一些可能的时候 于是那个均衡就产生了 我宁可那个信任是建立在这里的 就是我每个人知道我赢在哪里 我知道我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的位置在哪里 那我知道好 即便即便 好 虽然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会 就是说都有所谓这个精神出轨 或什么出轨的时候 我也知道 你不可能太夸张 因为你会怕 你会怕失去我 对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之间可以维持这种 彼此都是很charming的 不是因为结婚 于是有那个法律上的义务 不是因为两方的家庭 不是因为这个社会给你的这个拘束 而导致我们不敢犯错 不是 而是彼此维持的那个charming 跟某一种势均力敌的情况 我觉得那样的 我觉得那样的关系会更迷人 对 这种叫做爱的平衡 爱的平衡 对 我觉得有一种 有人称 有一种另外一种名词叫恐怖平衡 我喜欢这个字 我喜欢这个字 恐怖平衡就另外一个角度是 有的 我知道有些人会想说 我就把某一方的钱控制住 这种就是比较极端形式的 这种就不太好 可是我们现在提到的 爱的平衡是 在某一些 我理解他他理解我 可是我们却能够在彼此信任当中去 有自己的友谊 有自己其他外面世界的关系 可是这关系是 你还是知道 我最好还是要回到家里面 对 因为我们的确 有时候还是会有欣赏其他异性 或某些时候欣赏同性 因为外面的确优秀人很多 一定有比你伴侣还优秀人 这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 就是延伸你会知道 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伴侣 可能是最适合你走一辈子的人 他最后还是得回来的 对 就是说女孩们不要就是 我跟你讲 我就遇到一些读者 我常常觉得说 哇你会不会控制得太远 就是连身边的人 去看别的女生的照片都不行 就是会洁癖 或者是钻牛角尖道说 他为什么可以去看别人 那我不是他最爱最好的吗 不是 你们是恐怖平衡下 产生的一种完美的结果 不要 你宁可喜欢一个 知道全世界 我有一千种选择 但我只选你的人 而不是那种 我觉得全世界 我觉得你最美 然后呢 就是完全没有审美观的人 对 对 这就太虚假 所以我们要回到 我们每个人有正常人的 那个视野和角度 去看这个世界 所以你这样才能够找到正常的爱情 对 所以我觉得老师这本书啊 其实也包括我们今天的直播 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提醒大家 要活得勤工万里 不只是要信任自己 也要信任他人 找到最适合的平衡交叉点 对 那最后呢 不知道老师你在这本书当中 有没有哪些故事 想要再跟读者朋友回馈 以及提醒的部分呢 就说其实我在这本书里面 我写了42个厨障会 就是我觉得你要看得到那个晴空 那你要先把自己的心 上面的那个灰尘擦干净 就42个所谓心灵厨障会的方法 也就所谓42篇的短文 然后再加上五个 这个正在进行中的一个人的故事 那这五个故事呢 都是真人真事 是我从可能我的读者 这个大概一千封的来信里面 我会真文 就是我想要争五个 某些主题 会定主题 然后再努力的故事 然后我以前一开始会担心 就是会不会争不到文 我后来发现其实 很多人是很乐于分享 对 然后我会选五个 然后再跟他们见面 然后更深入这一个故事里面 其实我挑的这五个故事呢 除了是真人真事以外 我也希望可以让很多人在里面 找到自己的座位 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这五个故事其实是 代表了五种面向 我在这本书里面 我甚至给了所谓小三一个位置 就是说 当然除了我的读者 我的读者里面 也有一大部分的人 是所谓的小三 所谓的不被了解 其实这个世界没有极少 有所谓天生的狐狸心 也就是所谓职业的小三 很少 比例很低啊 每一个小三都是身不由己的 每一个小三都觉得 他的痛苦是真的 那这个是我在这本书里面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你说特别的一个 我反而只想讲一个 就是 是在那42篇短文里面的一个 就是我有一个读者 他就寄了一张照片来给我 他是到图书馆去借我的书 就打开我的书呢 里面就贴了一张这个sticker 是 一张纸条 那他就说 不管你是为了什么原因借这本书 那我也曾经很伤心 很... 那你要记得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因为你一定可以走得出来的 因为我也是这样 嗯 我想讲的是说 所有在伤心的人 你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人 其实 你从不估计 我想鼓励所有曾经走出来的人 如果你在这个走出来的过程里面 曾经承见过任何人的善意 那也让我们继续当一个 愿意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的人 是 这个是我比较想在 这本书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所谓正能量的部分 对 对 虽然我们过去很多人 总觉得心灵机他好像离自己 感觉自己只有心情低落才要堵 没有其实 诶 大概心情好的时候也可以补充能量 是 是 对 所以也是今天我们邀请到角子老师 就是在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补充能量的部分 让你在明天有精神去面对晴空万里的一天 然后当然这晴空万里不一定是天气 假如是心情 用勇敢的心去面对人生 无论你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都好 延伸都要让自己过得很好 好所以我们再次感谢角子老师来到我们的读书会现场 谢谢 也同时再次跟大家说一声晚安啰 期待下一次再见 晚安 拜拜 拜拜 可以吗